《经济日报》的重榜分析 今天是推介港铁 选选的原因是 港府上个月进一步公布了电子消费券的长程 市场预期大约在暑假推出 预料会利好商场业主 其次是 柏奥庄三期上个月底开售 销售反应热烈 为港铁卖楼的表现增添憧 加上未来还有黄竹坑站 日出康城等余下的项目可以推出 售楼业务长线可以看好 汇丰早前发表了报告认为 相当于去年零售销售一乘一 规模大约360亿元的新电子消费券计划 对零售铺位的业主影响正面 高盛亦发表报告说 随着市场恢复正常化 继续将港铁视为铁路垄断地位 通过救贸中心车站广告 以及住宅物业等广泛接触消费者的主要受益者 大和的报告也说 港铁整体盈利仍然受到物业销售利润的支持 总共涉及2万3千伙 同时疫情对公司影响最严峻的阶段 估计已经过去 预料港铁的经营环境会逐步改善 在策略上不妨以港铁 就会这么做 来自我继续的阶段 从来自我继续的阶段 那你就会在三上 然后你发现费客人 然后我再次看 离开了 这边我继续的阶段 我现在是在弥附的阶段 你怎么会在这边 这边我继续的阶段 你怎么会在家里 有什么事情 你怎么会在这边